香冬奶油旁擺上奇異果 苹果等新鲜水果 再堆叠刚出炉的烤吐司 最后撒上糖霜 女生最爱的甜点 意大利面还有炖饭 卖青石料理卖到又上市 背后老板是她 茉莉餐饮集团董事长柯子凯 目标是要当台湾的第二个代胜意义 目前我们在台湾 我们有六个品牌 能像大公司王品瓦城 这样子能够做到IPO 有小店创造奇迹 还定出2017年在台湾上市目标 七少年次的柯子凯 长相斯文身材瘦高 当年从台中夜市的小摊商起家 先是卖饮料 卖到自创饮料店品牌叫乔治派克 去年开始跨足餐饮多元经营 目前旗下有六个品牌 排到马来西亚中国展店 一年营收四亿元 在武装的时候都有去打工 然后火锅店也有试 饮料店也有试 然后就试了 其实也试了加油战 试了体育用品生 那我觉得说未来想要创业 那餐饮其实是最好的入门槛 因为创业金额比较低 曾经为了创业 一天打三份工 柯子凯不会也要装会 用授权加盟扩张市场 聪明不禁传的小品牌 但是三年后拼上市 青年级生用本事打造出餐饮梦 三连讯会的电视频调到 好我们看到了